俄罗斯国防部则通报 俄军在19号晚上到20号的上午 再次利用远程精准武器 摧毁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 当中包括再次发射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摧毁尼古拉耶夫的 军用燃料储存设施 另外又在黑海发射 口径巡航导弹 摧毁北部城市 捏任一个负责修理 乌克兰装甲车的工厂 俄乌战事经已持续了25天 西方分析认为 俄军因为后勤问题 前线得不到足够补给 过去一星期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战局限于胶着 乌方更声称 战事至今已有14700名俄军阵亡 包括6名将领 俄方则声称摧毁了乌方超过200架无人机 数以千计的装甲车辆 火箭炮等装备 俄罗斯电视台则报道 乌东清俄武装控制的对孽茨克遭到炮轰 一所幼儿园损毁 两人受伤 武装人员表示 当地每日都遭到炮击 他们也会发炮还击 而在西部的赫尔松 几百名乌克兰人走出马路 阻止两辆俄军车辆前行 他们高呼口号 要求俄军回家 两辆军车最后掉头离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